很多人都有失眠,有些人表现为难入睡,有些人表现为早醒,有些人表现为经常一个晚上醒很多次,有些人表现为梦很多,睡眠很浅 那么不管哪种类型的失眠,中医里面都有一个统一的辩证的思维,都要去看每一个人具体的体质 那么今天的何医生就跟大家聊一聊一种非常常见的新火偏旺行的失眠 大家好,我是终于组治医师,回声,关注回声,健康瓜哥 那么这种新火偏旺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最经典的就有这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他的失眠,很多情况下会伴有这种梦很多的情况 同时又伴有比如他睡不着的时候会心烦意乱,总感觉好像很烦躁的这种,这是他失眠的一个特点 那么除了这个失眠的特点,还有没有其他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属于新火旺呢? 非常关键的就是看舌头 那么如果是新火偏旺的人,他的舌头,这个舌尖部分,舌头尖部分呢会特别的红 比其他地方都会红 有些严重的还会出现一点一点的这种红色的点 那么这种呢就是典型的新火偏旺的舌像 这种很多新火旺呢会表现为口腔溃扬,舌头的溃扬 因为舌头跟心脏,中医里面呢,可以说是这种舌呢 它是心脏的外喉,外相 很多时候新火偏旺的时候会表现在舌头 包括刚刚说的舌尖红 包括就是刚刚说的舌头的溃扬 所以这一点看舌头也是判断新火旺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第三个呢,很多人呢都会伴有这种心跳啊,很乱的情况 这也是新火偏旺型的人常常会表现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些呢,比如小便短翅,小便很黄等等 或者小便色痛等等,都是新火偏旺的常见的表现 那么通过这些表现,大家一个一个去判断 看自己是不是有新火偏旺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有,那么考虑这个失眠 就是因为新火偏旺导致的失眠 我们再总结一下 很多人的失眠呢,就是梦很多 同时呢,心反意乱 舌头尖比较红,甚至舌头溃疡 小便短翅,甚至小便色痛 常常还伴有心慌的表现 这些能够判断出自己是新火旺 那怎么去处理呢 那么何医生推荐大家 其实如果新火偏旺呢 那么我们想一想,新火偏旺 他刚刚的那些症状都是由于新火偏旺 这个火旺的,那么他就会灼伤 耗伤我们的阴血 那么心脏的阴血变少了 他就不能去涵养我们的心神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心神异乱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治疗呢 一个呢就要清新火 这个是最关键的 第二个呢就是养这个阴血 第三个呢就是灵心安神 那么比较好的,比较有针对性的 那么就是朱砂安神王 那么这一个忠诚药呢 就是针对这个新火偏旺性的 失眠的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 那么这一个呢就是 因为里面呢含有朱砂 所以呢,不宜久服过量的服用 而且呢孕妇,包括肝肾不能不全的人 也是不可以服用的 那么这一个药呢 本身它是治疗这个新火旺的 那么如果是没有新火旺的人群 那肯定是不合适吃的 特别是体质又寒的 它本来就没有火 反而是比较寒 包括就是阳虚体质的人 还有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不适合用的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个 比较常见的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的失眠 叫做新火偏旺性的失眠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回声,健康不夸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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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